他就是涉及肯亞詐騙案 遭大陸官方扣押的簡性嫌犯 照片中滿頭紅髮笑得好腼腆 長相斯文的他家就住在桃園 鏡頭前還開心跟小朋友合影留念 從小父母離異跟阿嬤相依為命 如今阿嬤擔心不知何時 才能再見到孫子一面 老阿嬤已經兩年多沒看到孫子 接了電話看了新聞才知道 孫子仍在肯亞被抓了 還被送到大陸去 老阿嬤坦言 乖孫是因為交了壞朋友才會變壞 簡性嫌犯受審時也透露 是透過朋友介紹 到肯亞假冒警察打電話騙錢 阿嬤你在哪裡 大西街上的 你去哪裡要送 在開刀 怕怕怕 簡性嫌犯國小五年級父母離婚後 把他交給外婆獨立撫養 原本希望孩子學好長大能照顧他 但現在涉案被關 外婆連看病都得自己去醫院 沒了孫子的照顧 只希望孫子能盡早恢復自由 讓他能早日看到孫子一面 記者林中正桃園報導